你知道猪八戒在这几十年是如何演变过来的吗 从那个连五毛钱特效都没有的1927年 到如今科技发达的2024 猪八戒已经在全球收获了大量粉丝 他能做到如此优秀 那肯定少不了外貌上的改变 为了带大家深入了解猪八戒的形象演变史 我最近收集了大量的影视素材 并把它们由时间顺序一一列出 早在1927年 国内就翻拍了第一部西游电影 名叫《盘思洞》 这时的猪八戒还是一只 长嘴大耳的黑色野猪精 估计如此 里面大部分角色形象都非常离谱 因为这部剧的人物脸不妆容 都采用了京剧里的花脸脸谱 所以看上去都比较吓人 不过现在是不是已经颠覆了 你对西游师徒四人的美好幻想 但其实这版的猪八戒在形象上 却是最符合原著的 可由于电影尺度较大 故事暴力 以至于在30年代就被禁播了 直到84年后才被解除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啊 接下来时间来到1962年 上海某公司拍摄了一部少剧电影 孙悟空三打白斧精 剧中的猪八戒和上一部的形象差不多 整体肤色均以黑色为主 这两个版本都是比较符合原著的 不过它在第一部的基础上收敛了许多 没有那么吓人 紧接着在1967年 邵氏公司推出了好几部西游题材的电影 其中关于猪八戒的有 孙悟空三系百花仙 以及西游记 从这两部影视剧中都可以明显看出 猪八戒的肤色已经由黑转白了 而这种可可爱爱的大白猪形象 也从这时起就开始定型了 因为制片公司知道 黑猪的形象过于吓人 所以这点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 于是这才将猪八戒的形象美化了 随着影视行业的不断发展 猪八戒这个角色日益丰富 它的五官造型看上去越来越精细 越来越像人 而这一改变 也成就了之后八六版西游记中 那个猪八戒的经典形象 盘点猪八戒在这几十年的形象演变时 首先时间来到1978年 小巴尬翻拍了第一部剧版西游记 里面的内容可以说超悔三观 网友之呼辣眼睛 虽然是个女的 看到这一幕我真的绷不住了 这哪是西天取经啊 这不纯纯牛马吗 接下来是二师兄 乍眼一看 猪的形象还是挺到位的 不过就是这头猪看起来有点阴险狡诈 完全没有我国西游记里 猪八戒的那种憨厚善良 看到小巴尬将自己的经典改成这个样子 我们也坐不住了 这便有了八六版西游记的诞生 在剧中 试图四人的形象虽然没有很符合原著 但在我们观众眼里 他们就是最经典的 是永远都无法逾越的 特别是剧中的猪八戒形象 好吃懒做 自私自利 使得许多观众都特别喜爱这个角色 当然最重要的还属外貌变化 现在的他 看上去就是一只可可爱爱的大胖猪 可以说到了80年代 所有的猪八戒都转换成了可爱的大胖猪 几乎不再是之前那副 长嘴大耳的黑色野猪了 既然说到了经典 就不得不提到1995年上映的《大话西游》了 这里面的猪八戒也非常深入人心 虽然鼻子大了点 长相丑了点 还瘦不拉击的 但至今仍是一代经典之作 你注意到了猪八戒 在这十几年的形象演变了吗 现在就以时间顺序一一列出 至86版西游记播出后 我们都明显的看出 八戒这个角色的形象 是越来越可爱了 首先就拿徐中早期出演的 春光灿烂猪八戒来说 剧中的猪八戒 永远是一副憨憨的表情和语气 这点也让整部剧变得更加欢快有趣 个人认为 这样的二师兄真的很不错 于是时间来到2000年后 西游记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 先是张继中版的西游记 后来又出现了这版西游记 当然这两部也是不负众望 无论是剧情还是特效 做的都比较出色 但剧中猪八戒的造型 可以说是走得下坡路 张继中版的猪八戒 让人第一眼就觉得 这颗猪头好像脱发很严重 我们再来看看这版的八戒 虽然整体的形象还算不错 但由于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它的造型应该要比 86版的西游记更胜一筹 可为什么看上去一点进步都没有 或许86版西游记过于经典 所以这才导致很难再超越吧 之后我们再聊聊 近些年里的那些猪八戒吧 首先是13年的西游想摸片 这里的猪八戒变身前 是个满脸油腻的渣男 变身后却是个长满獠牙的野猪 看上去非常可怕 其次是2016年 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里面的猪八戒有小沈阳饰演 他饰演的角色 那肯定是搞笑型 所以整体还不错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最可爱的猪八戒 出自动画电影